大家好 这里是顶条视频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前几天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发了个消息 说桂林市那边出了个40元桂林低价游的事情 这个价格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 但你知道吗 这背后可能藏着不少猫腻 涉事的地阶社叫桂林美好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他们涉嫌组织那种不合理低价游 导游李某和黄某还涉嫌向游客虚假宣传兜售东西 现在他们已经被立案调查了 接下来会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理 说到这儿 还得提一下涉事的组团社 海南百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已经被吊销了旅行社业务许可证 原因就是他们涉嫌非法擅自从事旅行社业务 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调查 准备从严从快处罚他们 并且会及时公布处理情况 为了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海南各级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 接下来会加大对不合理低价游的打击力度 咱们也得提高警惕 不要被那些低价旅游团给骗了 出行的时候 最好选择那些服务标准高品质好的旅行社 如果碰到旅行社 导游 景区 酒店等方面的问题 可以通过12345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 总之 大家出门旅游一定要擦亮眼睛 别让那些不良商家有机可乘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有一个愉快的旅行体验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